老婆 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呀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我妈过生日呢 这么重要的是 我怎么能忘记呢 我们结婚的房子 还有咱们新买的车 不都是妈给我们出的钱吗 就连我工作的事 都是妈托外席给我找的 做人不能忘本 我怎么会忘了咱妈的生日呢 你就一张好嘴 主要还要看你怎么做呢 这你就误会我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吗 我刚才去酒店订餐了 顺便给妈买了个包做礼物 蛋糕我也买了 全放在车上的 这还差不多 你知道 我妈的嘴可挑了 你都点了什么菜呀 你放心吧 都是妈最喜欢吃的菜 那我就放心了 我去收拾一下 一会我们就出发 好 谁啊 来姐 坐 小蓝啊 姐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 你就赶紧说吧 我等一下还有事 不要出去呢 小蓝啊 今天妈过生日 我是来见你回家 陪妈过生日的 妈说你好久都没回去了 她想你了 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妈过生日 你回去不就行了 你陪着就好了 你快回去吧 我有事 小蓝啊 你都两年没回去了 平时也没个电话 妈确实很想你 她现在年纪也大了 身体也没以前好了 你有时间就多回去看看她吧 而且她今天过生日 她都跟我说了 她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鱼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用不着你再跟我说 再说红烧鱼在哪里吃不到 我真的有事 你快走吧 小蓝 你还有良心吗 妈从小就最疼你的 供你吃 供你穿 供你上大学 她竟然就说你是她的骄傲 可是你现在却嫌弃她了 你就是这样背报她的吗 我就问你 你今天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去 当然要去啊 小蓝 你不会因为我妈过生日 你就把你妈给忘了吧 她可是生理养里的亲妈呀 我跟你说 如果你今天不去给你妈过生日 不仅妈不会原谅你 姐不会原谅你 连我也不会原谅你 弟妹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妈今天也过生日 我妈在家里啊 怕得你们两个回去呢 对啊 咱妈还过生日呢 我这不是怕耽误了吗 小蓝 我妈是妈 你妈就不是妈了吗 这样吧 以后每年的今天 咱们就把两个妈接到一块过生日 你跟姐开车去把咱妈接过来 我去我妈那边 把我妈接过来 行 弟妹啊 能这样真是太好了 我弟弟啊 真是娶了个好老婆 谢谢你老婆 快去吧 我们一会儿饭店见 好 走吧姐 开车慢点 好 美哥 我这次来呢 是想找你一点事情 什么事啊 我最近看中了一个项目 肯定能赚钱 我想在你这借五万块钱 你开心吗 兄弟 不是我不借给你 是我不想辞去你这位兄弟 你放心 只要这钱赚回来了 我肯定会第一时间还给你的 这样吧 我打个电话 喂 谁高 哎 兄弟 你上次在我这儿拿了五万块钱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啊 哎 不就五万块钱吗 等我有钱了 肯定给你 好了 我慢着呢 这样吧 雷哥 你放心 这么久的兄弟了 我绝对不是这种人 你相信我 喂 雷哥 哎 小亮 你去年在我这儿拿了几万块钱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不就那几万块钱吗 你设计做得那么好 就缺这几万块钱 你都给我打了多少时间花了 好了好了 我有了就给你 就这样吧 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我肯定还给你 兄弟 我是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位朋友 我给你打线条还不行吗 老师好 走吧 走吧 谢谢啦 两个 我给你打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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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衣服都快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刮烂了 马上就到了 你再冷一下啊 回去的时候再给你们还有新的 走吧 娜娜 到我家了 你去看一下 我姐在家没 姐 姐 小宝 你回来了 是啊 我带我女朋友回来了 真的 那姐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算了 姐 算了 姐 你腿啊 不方便 不滑滑你的 我们去叫她过来 姐姐 姐姐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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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你女朋友呢 不知道 可能已经早了 你看人家姑娘 你看人家姑娘 是不是嫌弃我们这破房子 还有我这个残妻姐姐 所以 姐 没事 她要是这么现实 走了就走了 我 是姐连累你了 姐 你别想了过多 我扶你进去休息吧 你自己看人家 在床樹上 太多了 你看人家 站在床樹中 你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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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打掌 你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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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